這是往年戲子種夏業音樂會的盛況 一手手動人音樂 讓來賓們聽得好入迷 而今年的音樂會就要在這個週末登場 為了慶祝戲子證明滿100年 以及新北市升格10年 今年擴大舉辦 連續兩天在公所前大廣場 帶來音樂饗宴 就每到暑假的時候 都是我們戲子 我們的一個音樂盛會 那今年是連續第八年 戲子我們這邊在地的學校跟社團 都要聯合起來 今年剛好是新北市改制10週年 另外一個意義就是戲子改正100週年 這樣子的一個很特別的時間點 所以我們這一次 我們除了種夏音樂會之外 我們有再辦一場 經典的一個歌曲演唱會 為了紀念戲子區改正100週年 相關系列活動陸續展開 除了在公所二樓一文走廊的 百年風華照片展 這個星期六日晚上也安排了 不一樣的音樂會接力登場 首場是由學校演奏揭開活動序幕 8月22號晚上7點 在地學校社團以及藝文文化團體 帶來精彩演出 至於星期日晚上的經典歌曲演唱會 也安排了余台燕 施孝隆 南方二重唱等名歌手 但您回味舊時光 去年也來參加的里長聯誼會會長 陳友諒也希望大家能來現場聆聽 感受熱鬧氣氛 七年我有參加 那我也有上台去唱歌 那台下的人潮滿滿 一兩千人來參加 那希望我們這次能夠再突破 我們的新美市市長侯友諭會 去蒞臨我們的現場 然後跟我們的長者一起來 來歡度我們戲子一百週年慶 那在8月23號晚上的 經典歌曲演唱會 我們今年就邀請了王瑞瑜 余台燕 李明德 施孝隆 王海玲 還有南方二重唱 這樣子的團體 來為我們做一個演唱 那如果說大家有興趣的話 那天來參加之外 有機會 那還有機會跟我們這些歌手一起合唱 新北市升格十年音樂會擴大舉辦 8月23號晚上 新北市長侯友諭也將到場 戲子改正100週年 及新北升格十年紀念音樂會 這個週末在戲子行政中心大樓前廣場 登場 戲子城市愛樂 學校樂團 以及名歌演唱會 節目精彩 供隨熱情邀請大家來聽音樂 享受美麗夜晚 就從慧玲希子採訪報導